手游机加满油退出 然而李水文还顶着巨大的压力 指挥其他战斗机完成加油任务 这样高强度且危险性极高的工作 他每次都要经历好几个小时 一结束训练回到地面 他都是满头大汗 他这个程序太多了 精力特别集中 危险性也大 心理上还是有压力 加油机空中加油师李水文的工作环境 到底是什么样的 汤内可能是比较小 然后咱们摄影老师可能进不去 我就拿自己的GoPro进去看一下 上下的脚看一下 我这梯子也难上 它下面是空的 我一旦脚踩空了 或者说腹部稳 就有可能会掉下去的一个危险 真的这个舱子真的是特别狭窄 才上来大概只有不到五分钟左右吧 我已经感觉到呼吸困难 然后又很压抑 我是很佩服咱们的李孝元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 就是每一次飞行可能都要最短要一个小时 长一点可能达到四五个小时 那么在这么一个密封的环境里面 需要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心理素质 什么样的一个力量 让您就是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了22年 我非常喜欢这个行业 既然从事这个行业呢 我也是越干的时间越长 感情越深 正是因为对飞行事业的热爱 才让无论是第一次担负反潜巡逻机实当考核任务的九贵军 还是在空中加油机岗位坚守了二十多年的李水文 无论是新组建的单位还是老牌部队 他们奋斗的航迹已遍布祖国的海岸线 随着战斗力的不断提升 新型作战力量能占机组数量成倍增长 面对高难客目 飞行人员不断在训练中磨砺 在任务中成长 才铸成了这支全面过硬 全时鼎用的海空力舰